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6月11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华贸集团旗下的观塘安达神道新盘安峰 已经取消了预售楼花同意书 而在较早前三名买家已经是全数撻订离场 华贸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卿就透露 安峰所在的位置适合养老 将会主打银发市场 第二单消息 在较早前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考虑在可行的情况下 为首次置业的市民再放宽按揭乘数 有学者就警告 如果再进一步放宽按揭乘数 至到楼价的九成半 做法相当危险 因为在近年楼价波动的情况下 将会导致有更多的负资产个案出现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华贸旗下的安峰 现在搞成怎样了 根据地政总署的资料显示 在今年5月25日的时候 华贸旗下的安峰 已经取消了预售楼花同意书 莫项目一共涉及到334伙 安峰在2021年首次推售 但两年来 销情都相当低迷 由始至终 只售出了三个单位 而这三名买家 也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全部撻订离场了 哈哈哈哈 由头到尾买了三个单位 都收屁了 去到今年3月的时候 华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蔡宏卿就透露 现时香港的商业活动 有增加的迹象 就反映了整体的经济 都正在复苏当中 就业人口和失业率 又正在改善 加上香港境内的资金又充裕 大部分市民都有一定的积蓄 他相信 今年的楼价 就可以是倒升回大约一成 我就觉得他是非常之乐观 他做这个预测的时候 就是3月的时候说的 现在2023年 差不多过了一半 还有18天的时间 现在也不见楼市有大反弹 如果全年拉回来要升一成 即是下半年要追落后追很多才行 行不行呢?我不看好了 蔡宏卿还说 近这几个月的楼市已经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了 去年香港楼价就出现跌果龙的情况 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了 至于华贸集团的各项部署 蔡宏卿指出 他们和港铁合作的何文田 如一项目 销售理想 将会推出更多的销售 博富林的毅多利道豪宅项目 就等待着预售楼花同意书 至于安峰就有新部署 他就说安峰如果卖散了 反而还很难部署 现在难得全权再度由华贸拥有 就可以再做部署了 安峰所在的位置就适合安佬 会主打银发市场 计划在该区的交通配套完善以后 打造全邻社区 暂时未知项目会用作出租 还是出售 实际上我对于这些什么安务社区的概念 是有很大程度上的保留 如果我是一个长者的话 我又住在香港 你问我 我就算有钱 我都不会走去租 或者买这些安务社区的单位来住 为什么呢 老实说如果一个人 作为一个长者 他是有生活治理能力的 他可以自行照顾到生活所需 他又何必去住这些安务社区呢 他又不需要接受别人的照顾 最多定时定后 都可以自己搭车去医院复诊 或者是做检查等等 有没有必要住进去呢 一般住在普通的社区 各个年龄层的人都有 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需要一些护理员来特别照顾 有部分就会由家属安排他去住 安务院 所谓老人院 我的疑问就来了 其实这些什么安务养老社区 他除了有个兼命 有个灼头 就说被长者适合进去安务养老以外 对于一般长者的护理 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他是做得多少呢 对不对 比如说这些大厦 你起到这么高层 是不是每一层都有 放了一些护理员在看着长者 如果是没有的 他跟外面住普通的私楼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入住了你这些所谓的安务社区以后 他有什么特别服务呢 如果能够安排得到 很多护理员照顾长者很周到的 我相信入住的费用一定不便宜 甚至乎 未必是一般中产家庭能够承担得到的 在香港有多少这样的需求呢 对不对 很贵的 如果你能安排得到很多护理员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 有什么医护的时候 无非都是打三条狗 叫白车 送个长者去医院问诊的 其实你跟住一般的安务院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 那个定位是要更加清晰自得 不能够就这么说 主打这个银发市场 适合做安务社区 我也不知道是在搞什么 最少就要告诉人 究竟会不会有 24小时的注诊医生 或者会有多少护理员安排在每一个楼层等等 有这些资料才可以评论 如果没有的 跟住在普通人的家里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来看看安峰的一波三折的情形 在2021年的时候 安峰是第一次发售的 当时华谋 首轮销售68伙 其中52伙是以单价形式来发售 另外16伙是以招标形式来发售 当时华谋说 项目定价是会参考启德新盘的开价 但是由头到尾都是发售了三个单位 这么大把 我想他们的定价是太进取了 安达臣是怎样跟启德啊 安达臣其实是很偏僻的 这个位置 就在以前安达臣的矿场位置 就算你说下回官堂 坐车也要在街上转一轮 所以当日推售的时候 参考启德新盘的开价 我认为是过度的自信 当时华贸销售部总监吴崇武表示 销情是符合预期的 即是没有人追求就符合预期 他又说安达臣全新发展区 是特区政府近年锐意打造 全新规划 兼且规模庞大的多元化社区 故此集团就决定 提前申请预售留花同意书 以及进行销售 预留充裕的时间 给市民深入了解安达臣的全新发展 以及它红厚的发展实力 经历了两年多的了解之后 市民就发现那里不太行 所以就没人买 当时华贸相信 当安达臣区数年发展完全成熟以后 升值潜力将会无可限量 如随着发展区域日渐成型 市民就会加强了解 预期销程将会持续转好 现在就收回当了 2021年复活节期间 中原地产曾经向安丰那些买家 推出最多三万八千元 扣物礼券的优惠 经中原地产购买安丰单位 就可以获得这些礼券了 一房单位的买家 就可以获赠一万八千元 两房单位可以获赠两万八千元 三房单位更加可以获赠三万八千元 光棍老教仔 便宜莫贪 你送这么多的礼券 想谷人上车 那些人就不落答 老实说 送什么礼券 现金回赠 最实际 但也没人理解他 当时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 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 安丰为处全新发展区域 准买家需要时间认识和考虑 在大牛市的市况下 发展商迟卖还会更加贵 所以不急于一次过大量销售 现在证实了 根本上是乱吹一通的 迟卖就更加贵 现在很多楼花 劈价 要钱不要货 看错了、说错了 当时想告诉人 你买这层楼 就会有升值潜力 有升值空间 就说这些东西 所以你是不是信他一成也会死 当时他还说 安丰的小单位 提供高乘数的按揭 是市区罕有 相信获得乘接的 都会以小单位为主 如果当时这个高的价钱买了 今时今日沦为负资产的机会是极高 比如说你九成按揭买了单位 楼价跌一成 这已经是变负资产了 真是 华贸在2018年以大约31亿港元投得那块地皮 每尺的楼面地价是一万两千元 安达神道另一块的丝楼地皮 就是由长实投到的 在2020年的时候 成功竞投 出价是49亿5千万 每尺的楼面地价是多少? 4546元 是当时市场估值的下限 所以你怎能够不服诚哥的眼光才行 四千五和一万二 差三个开 所以安丰你有什么办法 那些买家不拆订才行 他拆订就输少些 斩脚趾鼻沙重 他继续拐头去供楼的话 就亏多些 那不如算数了 没眼屎干净嘛 至于那些发展商 又不需要为他担心的 以往赚下这么多 就算这个项目未必回得到本 他也不会说接买 但是 如果他要在这个项目 真真正正追求一个高回报的话 目前看上市况就会很困难 除非他能够用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再卖得到这些单位出去 如果不是 我认为是有难度的 在说回本 一万二块隔离人家四千五 所以现在就整色整水 搞什么东西 养老社区 我相信香港的长者都会很精明 一定会想清楚 不会随便拍板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星期 昨天 屯门新盘销售的情况是怎样 屯门的Lofland第二A期 昨天展开了第一轮销售 以价单形式发售188伙 当中入场的单位 折实价是334万7千元起 其中一个买家 深圳湾只需要15分钟 对于楼市的前景 辽湘认为 他可以负担得到加息的水平 虽然未来楼价有机会跌 但他认为自住是没有问题的 他很乐观 他似乎没有担心负资产的问题 负资产 一般来说当然不是问题 问题是一旦很多负资产个案出来的时候 同时来说 经济大环境一定是转差的 除非他有很多积蓄 如果不是 万一负资产再加一个经济浪潮 他又会触碰到他失业 那是很大劲的 这些也要考虑 除非他做公务员 他又不是 他回大陆工作 风险就更大了 大陆的经济波动那么厉害 那就捉他好运 他就觉得自住没有问题 我就觉得这句话本身很有问题 说自住没有问题 通常都是哄人落搭的 或者有些人摘了火棒上车 而他又自住 他只是拿来安慰自己 不合听的也不要骂我 不关我事的 刘家跌是 我也是照实来说的 至于另一位 住在何文田的外区买家 王小姐就说 他又是第一次入非抽签 就成功上车了 就觉得很意外 很惊喜 他又是以超过800万元 买入了一个三房单位 还没有决定自住 还是用作投资的 但是他就看好屋院的配套设施 都够好 又有商场 又有回所 我就不太理解 你说附近有商场也很方便 但是很多盘 二手楼盘 都有基座商场 或者有街铺 那又如何呢? 匯所,老实说 坦白,大家住私楼仪也有匯所 请问大家有几何 去匯所光顾 或者使用匯所的设施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很频密的 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住客 如果他是有闲逾的时间 或者是放假的 他也去了旅游 或者去市区玩 去沙滩,去其他地方 会不会整天躲在匯所那里呢? 但是有匯所的 当然看上去就觉得冠冕堂皇 感觉良好一些 但是你每个月收到那份管理费的账单的时候 一样是贵很多的 有些东西就叫做 对看就未必是对用的 但是不要紧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一样米,一样百样人 这个王小姐还认为 她在大西北入市 一定要买一些质素高 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屋苑 她又说大西北将会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镇 看好区内的租金和楼价走势 预料为有机会升一成到一成半 我不知道她说这个升一成到一成半 你要有一个年期才行 如果你说 升一成到一成半 你说多久?一百年之后? 那就没意思了 你要有一个年期 比如说三年内、五年内 还是多少年之内 我又不相信香港的楼市 还会好像重拾以往的楼子那样 跌了两三年之后又反复向上 以往的楼子就是这样的 那些人太过迷信了 这些是铺铛青的 你不要信楼子啊 不如信楼子倒百家朗 是不是呢? 已经爆了楼子了 我说有些人都不信 那就不要紧的 大家看上去就知道了 以往也是这样的 跌了一两年之后就 接着就升了有凸 以往往都是这样的 84年中英谈判 87股灾 89年以后的一个移民潮 然后97年 98年又金融风暴 03年又沙士 08年又金融海啸 接着呢 往往都是跌了一点 接着又升了多多的 接着那些人就觉得 19年、20年这一波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看路子心态 直接就是 但是这些是我觉得很不健康的 也是很不准确的 你每一次都要分析一下 究竟基本因素是怎样的 不过不要紧了 祝他好运了 屯门Lofland 第二A期 昨天展开了第一轮销售 一共接获得 5315个 买楼二项登记 超额仍购27倍 那好啊 是不是呀 昨天呢 188个单位清光了 希望他们得尚所愿 但是 有时客观事实 往往会跟主观愿望 相反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 究竟 特区政府说 考虑放宽按揭乘数之后 业界怎样说 有些业界人士就说 不如放宽到九成半 其实呢 做九成按揭已经是很大杠杆的了 九成按揭的杠杆比率是多少呢 10倍 九成半按揭的杠杆比率就升到20倍了 楼价只要轻轻地跌百分之五 你那份首期已经化为乌有了 再跌多百分之一 跌百分之六 那就变成负资产了 万一到时 卖楼给银行 你自己要倒贴的 所以现在入市的人要想清想错 就算特区政府真的放宽了按揭乘数 无论是去到多少 其实九成按揭都很敏的了 当市是上升趋势的时候 那当然是不会有问题了 是不是呀 你一买了之后 明天又升了 那不会有人觉得有问题的 九成按揭 甚至乎十成按揭都没有问题 市上升的时候 最糟糕现在不是啦 所以真的要想清想错 不要说放宽按揭乘数 就拥去买楼了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做法 一般有经济条件的 老实说 八成也好九成也好 他怎么会说存不住呢 你再放宽我也不知道放宽到多少 就变成是夹了一班 边缘的盲目大好友上车了 有些人他又不看资讯 他自己又盲头乌营那样 一美觉得香港楼市就升了 买砖头就保值了 到现在这一刻 还有很多人被这些theory洗脑 一般情况下 这些理论是可以的 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嘛 大佬 所以 很严重 我们看看学者 专家怎样说 我替那些人担心的了 不过我们就尽量说吧 不过都没得说完 一定有些人说 你发疯了 你走了你就唱衰而已 那你就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有些人不信的 不信没所谓 我们看看 中大学者张 张泰良就说 对于政府想 放宽首次置业人士的按揭乘数 是有所担忧的 坊间有些人还建议 甚至首置人士的按揭乘数可以去到楼价的九成半 他就预计这样搞法 会导致更多的负资产个案出现 张泰良认为 如果首期降到楼价5% 就会令到有一帮财政实力不强的人上车 在近年楼价波动的情况下 会导致大量负资产个案 他说做法是很危险的 要知道楼价跌5%是很容易的事 目前首置人士按揭乘数已经高达九成 他觉得是适合的水平 再加到九成半是没有意思的 不是没有意思 是有意思的 就是夹了一帮边缘人上车 那帮人就截火棒 不是没有意思的 是可以刺激到交投量的 是可以消化到一些上车盘的 对于进一步放宽这个案揭乘数之后 会不会令到楼价攀升呢? 张泰良就说 根据过往经验 新措施通常在短期内 是会对楼价有短暂提振作用 但是未必能够长期持续的 就是吃春药 写一写那一下 然后又没有了 好了 被问到政府打算放宽按揭的意图 是不是想留住香港本地的年轻人呢? 张泰良认为 对于年轻人来说 有楼当然是好 多些人有楼 至少都可以安居落业 但是也要留意 有不少市民 蝕住几十万都要卖楼走 张泰良就坦白了 这句是不是? 过往三年大家看报纸 有多少移民盘是蝕住走的? 带了落袋才是自己的钱 所以就 唉,我不会说 放宽,放宽到多少呢?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真是九成按揭的 你这些要想真一点 你真是有这个置业需求 还有你那份工是够稳定的 比如说是做公务员的 你又能确保自己不会玩Facebook 不会发表政见 这样就可以买了 如果不然你也想真一点 偏偏让你那些同工去举报 各样 唉 真是怎么办? 坊间有些建议就说 将高成数案揭放宽 至到楼价上限两千万到三千万 张太良就说 有能力买过千万楼的人 本身都有一定财政实力的啦 他就质疑 协助这些人士 是不是有实际需要? 我觉得他这次说这些东西 都很合乎这个实际情况 希望大家有参详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